共同估计 这八年可能出国上都 吹牛拍摄 没出海 牛欣赏 但接着独行 随着冲绕问问 在估计 70 万人的关聪当中 正经列做贵博会 抢入四百万人 下来当中在北宋 富一族 尼绕造感 处入三天 其中为之传统经验 抢回电发声问问 随着的经验 新阶做贵博 你找到传统入咖厂之前 温暖的天墙石 外形看起来 在开头闹闹的连发 表面上有很多温柔的贵博 气质浓电压 墙词连发是温暖 是温顾共和小边共和清贵的旁边 其实不要是松秋风中地外 用来温热的办 温暖的话里面注入热水 把那个金属的酒壶放到里面去 那放进去的话要一边转 那个酒壶要转 让那个受热平均 连发型来办 造型看起来很简单 还是靠比那个九百年前 素费中西纪软款 可以放一件是拍轮冬枸杆 工艺精品 它的这个边边的力量比较薄 身体的力量比较厚 只要它厚薄不一的话 它一受热之后 它整个的形状 你可能原本做得好好的 可是一烧出来以后是歪的 另外任由的油色 浪中带枪 这样的事 只要的工修作用来复制 还是看转做 作用来整一项 那是不是因为油里面加入了 这个玛瑙粉末的原因 那但是后来我请教了一些 当代的陶艺家 他们是认为玛瑙粉末的这个成分 其实就他们烧制的经验来看 其实并没有很特别 他们用的燃料可能特别好 所以燃料在好的情况之下 所以那个游温的 升温的速度就很快 所以导致了乳窑 所谓的关乳窑这个系统的 他们都有那种乳窓效果出现 你完结的顺带的时间 不仅是数分终于潮 人生外年 只好人气減乱是不够生散 墙池和新品不能在国际 这些故郷冠冲和联法性温暖 国际的逆游墙池 通行和寄附当中 为这些喘息品 所谓的国家情贵 卡卡新闻 待会儿了 廖期间 台北老头